大家好 草莓已经连续多年 被美国环境卫生组织 评选为最脏蔬果 Dirty Dozen的第一名 全因受奖的验本中 检测出多达22种的农药残留 草莓属于聚合瘦果 我们实际吃的主要是它们的花拓 而果实只占其中很少的部分 还有比如梨和苹果等常见的水果 我们吃的也是由花拓发育而来的甲果 而非真正的果实 草莓虽然未美 却也是极易感染病虫害的作物 尤其是在大田里种植 的确需要全方位的治理 才能够保证产量和质量 家里种植草莓也是一样 牙虫 红蜘蛛 夜满 鸡马等害虫 都会随时侵害草莓 但最令人头痛的恐怕就是蚂蚁了 草莓非常容易招引蚂蚁 它们可以啃食果食 饲养牙虫 因为草莓根部的土壤比较疏松 蚂蚁甚至可以在此作窝 每到春天天气稍稍回暖 蚂蚁就会首先在草莓上出现 而且常常整个生长季节 都会破坏草莓的健康 由于小家庭种植不提倡喷洒化学药剂 利用水冲铺地膜的方法 都不能从根本上彻底消灭所有的害虫 其中当然也包括蚂蚁 所以每年春天一旦发现蚂蚁 我都会用草木灰撒在草莓的根部 草木灰虽然呈碱性 但少量施杂并不会影响草莓的生长 因为多年下来 我发现草莓对土壤并不挑剔 在微酸或者是弱点的土壤中 都能够良好的生长 但是网络上也有一些驱虫的方法 比如用食盐来杀死蚂蚁 我劝大家千万不要尝试 因为食盐对植物的伤害往往是致命的 你可以看到食撒了草木灰以后 第二天草莓根部上的蚂蚁 就基本上消失了 草木灰驱虫蚂蚁的时效有多长 这要取决于外界环境的影响 比如雨水的多少 病虫害传染的程度 草木灰可以多次补充 它不仅可以抑制蚂蚁和其他的害虫 还可以防止草莓醉意患上的 灰莓病、碳居病等常见的病症 只要我们把握好用量 并和酸性肥料搓开使用的时间 草木灰就能够成为草莓 防病驱虫的好帮手 再次感谢您的收看与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